今天和大家分享高手思维 真正驱动你变强的是痛苦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呢 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你需要学会不满足 简单来说 就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足 不改变就会异常痛苦 优秀需要努力 而努力是不舒服的事情 长期持续做不舒服的事 需要有足够的动力 这种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就是对于现状的不满足 阿里集团湖畔大学产品模块 学术主任梁宁 搞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 成就最高的那批人 和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在分析比较中 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 成就最高的那批人 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天分 拥有强烈的成功欲望 比如雷军 比如马云 比如王兴 他们年轻时就拥有强烈的欲望 希望自己可以改变社会 改变世界 他们天天为不能改变世界而痛苦 于是这种痛苦驱使他们 玩命的去开拓 去创新 那什么是普通人呢 普通人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烈 痛苦也没有那么强烈的人 所以他们的人生 会在既定的轨道上 相对平衡的运行 而不是被快乐和痛苦牵引撕扯 没完没了地折腾 什么是杰出的人呢 就是想要某种东西而得不到 便会坐立不安 饮食无味的人 为了得到这个东西 他们会玩命地去拼搏 去创造 不管付出什么都可以 不管牺牲什么都可以 所以梁宁就说 痛苦是一种 比快乐还重要的天分 巨大的痛苦会驱使一个人 去做出巨大的成就 1987年 雷军读了一本书 《硅谷之火》 这本书讲的是 乔布斯等人创业的故事 看完这本书 我的内心就有一团火焰燃烧起来 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我在体育场上 走了一遍又一遍 心情很难平静 在操场里 我奠定了一个梦想 日后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人 雷军23岁 大学毕业入职金山 一干就是16年 从程序员做到了CEO 带领金山上市 30多岁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退休了 金山在香港上市 估值6.261亿港元 众人欢呼雀跃 而雷军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16年 5840天的日夜奋斗 才换来6亿市值 这可以说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成绩 但那个时候的雷军 异常痛苦 因为雷军对自己的人生期待 不是小成 而是大成 大成不了 就很痛苦 正是这种痛苦 驱动了雷军 在2010年 克服了再创业 若失败 我就身败名裂的恐惧 重新出发 创立了小米 那么你该让自己更痛苦吗 分人 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不同 有的人已经快要被痛苦压垮了 就别再自寻烦恼了 但有的人还可以再痛苦点 一个朋友名校毕业 在腾讯做产品 24岁就结婚了 他能力很强 但我觉得他内心太安逸了 如果多点痛苦 他会表现得更好 怎么做会让自己变痛苦呢 雷军在金山做总经理的时候 马化腾 丁磊 刚从学校毕业 到电信局上班 李彦宏还在美国念书 周鸿一 也刚参加工作 马云筹办中国黄叶 在北京到处碰壁 而2003年的时候 这些年轻小辈 却借互联网这个大潮 把雷军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痛苦不是你够牛 而是你看到了更牛的人 在良宁产品思维三世讲中 良宁分享了一个故事 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 经常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 劝别人干这个干那个 我劝过别人辞职 劝过人分手 劝过人转行 劝过人创业 我一直觉得自己 道理讲的可对了 对方也全听明白了 但之后大家多半 还是会选择在原地受苦 后来我明白了 劝人就五分钟 五分钟没说动的事 就不再劝了 而是应该想想 捆住他手脚的是什么 是什么把他压在那里 让他没办法往前走 所以我看到有人在一个 没啥前途的公司岗位上 待着不辞职 不转行 在一段没有爱的关系里 待着被折磨 而不离开 不是对方对他好 有承诺 而是对方抓住了他的恐惧 为什么我们懂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明知不改变就会很痛苦 但还是会选择原地受苦呢 因为恐惧会束缚一个人的手脚 拆掉四维里的墙 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已经在当地非常受人爱戴的老师 竞聘新东方培训师 但是他害怕在评委面前演讲 这位老师的恐惧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恐惧事情本身 害怕公众演讲 第二层恐惧的是 害怕失去背后的价值 害怕不被评委认可 第三层 真正的恐惧是 你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能力 去应对这个失去 害怕评委说 你很一般 害怕自己无力面对 不被认可的情况 你的人设崩塌 从自我感觉良好 到彻底怀疑和否定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甘平凡 又因为害怕失败而不甘努力 那么如何克服恐惧呢 一 不要以某一件事来评价自身的整体价值 小时候你的父母可能会说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有什么用啊 日常生活中 因为你搞砸了一件事 也不乏有人会说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你还能干啥呀 这就是典型的以偏盖全 用单单一件事 就完全否定一个人的所有价值 其实你完全可以对自己说 我只是不太会在评委面前演讲 这并不代表我一无是处 或者毫无价值 平常面对同学上课 我可以处理得很好 二 不要过于依赖他人的评价 内心的安稳源自于内心 而不是外界 梁宁说 2017年我有一个 让自己人生豁然开朗的体会 所有的荣誉都是暂时的 真正会祝贺你的人是少数人 只有鄙视是永恒存在的 三 不要过度想象和推论 有的人习惯把一件事情的可能后果 想象到非常可怕 甚至是灭顶之灾 考杂一次就断言 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意义 失恋一次就认为 这辈子都不可能幸福了 面试挂掉一次就担心 自己会不会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呢 一次演讲失败 就是一次演讲失败 它不会山崩地裂 也不会巨浪滔天 更不会让你坠入十八层地域 永不翻身 四 用暂时来替换掉永远这个词 你可能不知道 你潜意识里 会在很多事情上加上永远这个词 你有那么害怕一次演讲失败吗 其实你害怕的是你 永远都演讲失败 一个心理强大的人 会时刻提醒自己 我只是暂时做不到这件事 并不会永远做不到这件事 如果把人想象成一部手机 情绪就是底层的操作系统 你后天学习的知识技能 都是安装在底层操作系统上的 一个一个的APP 其实我们后天学习的东西 都是理性 理性是把人往回拉的力量 但是驱动一个人的 其实是他的内在感受 他的情绪 那是他的底层操作系统 愉悦 不爽 愤怒 恐惧 都是情绪 都属于你的操作系统 比如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 持续投入了一万个小时 成为天才 是因为愉悦感的支撑 一个人兢兢业业 一切以这件事为核心 彻底忘我 很多时候 他是因为恐惧 而一个年轻人 如果在他的工作中 既没有愉悦 也没有恐惧 你基本上可以判断 他在这件事上 不会有什么成就 有的时候 你不是缺某个APP 而是你的操作系统 只能支撑你 到这里了 拥有了痛苦 克服了恐惧 你还需要一个能力 那就是执行力 为此 我在这里分享一个定律 鲁莽定律 鲁莽定律是 托布花38岁写的 他说 人生总有很多 左右为难的事 如果你在做 与不做之间纠结 那么不要反复推演 立即去做 莽撞的人 反而更容易赢 因为如果不做 这件事 就永远是 停在脑中的假想 由于没有真实的反馈 诱惑会越来越大 最终肯定会让你后悔 而去做 就进入了一个尝试 反馈 修正 推进的循环 最终 至少有一半的概率 能够做成 不后悔 而这条鲁莽定律 贯穿了 托布花的一生 1997年 托布花在一家 做广告代理的 小公司打杂 那还是一个 不做总统 就做广告人的时代 在一个野蛮生长的 行业里 必然会冲出一些 莽撞的年轻人 野蛮生长 托布花就成为了 其中之一 当时中华民族园 西门有一个酒吧 叫广告人杀龙 每到周末晚上 都会有广告圈的名人 来做免费的讲座 托布花经常去蹭听 某个周末 托布花在那儿听了 时任北京澳美总经理的 战国祥的讲座 当天的主题是 如何做提案 托布花觉得 提案这个词高大上 是国际级广告公司 才做的事 他们用的词汇都是汇报 那一天是 托布花这辈子 第一次听说 有个词叫PPT 莽撞是好的 战国祥讲完 被听众团团围住 还没资格拥有名片的 托布花鼓足了勇气 浑水摸鱼 钻进了人群中 拿到了战国祥的一张名片 一个月后 托布花所在的公司 有幸接到了一个 大客户的邀请 去提案竞标 当时对这家小公司来说 是个大机会 全公司开始讨论 托布花虽然是一个打杂的 但听着听着 很兴奋地说了一句 为什么跟我在讲座上 听战国祥老师讲的 不一样呢 结果大家看了眼托布花 虽然不耐烦 但还是问了一句 你说怎么弄呢 托布花一下被问蒙了 若是一般人 也就这样过去了 托布花不是 他要回答你 但是他不懂 不懂没事 去搞懂 然后托布花翻出了 战国祥的名片 对着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发呆了一会儿 然后咬着牙 把电话拨了过去 结果电话是秘书接的 说战老师在开会 托布花又鼓足勇气说 请转告战先生 我是在广告沙龙上 听过他讲课的一名学生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他 能否请他给我回个电话呢 这就是托布花式的做牌 先干起来 然后再一步步逼近成功 结果过了一会儿 战国祥真的拨来了电话 托布花说 他接过来讲的这辈子 最二的一个电话时 战先生您好 我是一个小朋友 一个月前我听你讲过 如何做提案 现在我们有机会做提案了 可若不知道怎么做 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没想到托布花 直接把战国祥约出来了 而且约的是当天中午 定了地点 托布花抱着 尚未准备好的材料 就跑去见战国祥了 战国祥看了看说 内容来不及改了 我建议在形式上下功夫 于是他给托布花讲 怎么用PPT这个软件 到哪买投影胶片 怎么制作和保存胶片 应该用什么样的文件夹 来装胶片比较美观等等 不过这不是托布花的作风 他竟然决定干 和战国祥分开之后 他就飞奔去买胶片等物料 然后再飞奔回办公室做文件 经历了打印机 复印机各种卡纸事故 竟然在同事必须去赶火车的 最后时刻搞定了 在最后的一分钟 本来没有机会一起去的托布花 竟然突然被老板指着鼻子说 你一起去 整整一个晚上 他又张罗着 把卧铺之间的小桌子 当投影机 模拟放胶片 换胶片 以及准备各种台词 然后天快亮的时候 老板又指着他的鼻子说 你到时候讲后半部分 托布花这样的人 当然不会拒绝 所以你看 本来整个事 跟托布花没啥关系 结果却因为一次次的莽撞 他竟然成了主力 最后的结果呢 抱歉 提案没有竞标成功 鲁莽定律的精髓是 可以不成功 但要尽快验证 不过没事 罗胖2018年跨年演讲师说了 所有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如果不是 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托布花说 那个失败的提案 给了他两个后续的好运 第一 大项目没拿下 但是因为那个表现 那个客户 把后面的小项目 直接给了他们做 不用招标 合作完成之后 又持续合作了七个项目 第二 后来公司有一个新业务 做培训 因为见识了托布花那次 在提案上大大方方的讲话 直接指定托布花 为项目负责人 兼培训师 托布花说 我所负责的第一个客户 组建的第一个团队 合作的第一个媒体 写作的第一篇文章 培训的第一个学员 赚的第一笔奖金 买的第一部手机 都源于此 先干起来 你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你不开始干 你脑子里都是在讨论 要不要干 而你一旦开干后 你就开始了 怎么干好的论证 同时你多干一步 就逼近了成功一步 因为问题都是在 做事的过程中 一个一个解决的 空想不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 鲁莽定律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高手思维 我要做什么 而不是我会做什么 95年 马云去美国 第一次看到互联网 他摸到计算机时 都不敢用力地敲键盘 生怕给人家搞坏了 马云感觉这个网太神奇了 输入关键词 然后就可以连接一切 于是他在美国的网上 搜索中国啤酒 结果一无所获 这样的结果 让马云很失望 他决定回国创办一家公司 把互联网带到中国 把中国带向世界 而那个时候 中国还根本没有在线业务 99年 阿里在马云的家里成立 虽然只有18个人 但他们想做的事情很大 用互联网技术 改变落后的商业行为 我每次看到这些高手 做事的方式 就很佩服 因为他们的思维 总是跟常人不太一样 普通人在规划自己 要做什么时 之所以老是纠结 不去行动 是因为他们总是 上下打量自己一番 我会这个 不会那个 所以对于一些 虽然做了牛 但是很难的事 我们总是想想而已 并没有准备去做 因为我们会觉得 我不懂啊 我不会啊 牛人在规划自己 要做什么时 不太会局限在心理想 现在会什么 懂什么上 他们更多的思考是 我要不要做这个 只要回答为是 他们便会去做 不懂 不会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 去解决 欲望给你带来痛苦的同时 也带来了动力 恐惧是你的底层 操作系统之一 决定了你的边界 到底有多大 而鲁莽是实现 想法的有效手段 最后把良宁的 这句话送给大家 当你不再痛苦的时候 也许你超越了 也许你就此平庸了 对于拥有巨大痛苦的人 欢愉是短暂与廉价的 因为真正驱动 你变强的是痛苦 感谢观看